正常發揮頻道會員召集令 四種頻道會員 壯大我們監督的力量 歡迎您召集親朋好友加入 讓正常發揮的聲音不會被消失 各位 這是習近平在人民大會堂 見到馬克思講的一段話 他講到48年前 你老爸跟我的前輩 曾經做了很了不起的事 叫中輩建交 那小馬克思出訪前也講 49年前 我跟我老木也到了中國 還留下了一張歷史性的合照 到底這兩段歷史在講什麼 我們來仔細的去回顧 來各位 這是在習近平講的48年前 就是1975年的6月9號 當時中國總理周恩來 跟馬克思他老爸 小馬克思老爸叫老馬克思老馬 在北京簽署了建交聯合公報 而且當時還同時 與台灣斷交 各位 為什麼我要強調1975年 我帶各位來看 因為 中美建交其實在 1979年 換句話說 菲律賓當時比美國還早一步 跟中國建交 而且就是小馬克思的老爸 而且當時菲律賓為了跟中國建交 還出動了 這不算是美人祭 算是美媽祭 美妻祭 因為太太很漂亮 媽媽很漂亮 那老爸別出面 要說服中國 讓漂亮的媽媽帶著可愛的兒子 到中國訪問吧 所以1975年建交 那麼就在1974年的時候 這個 小馬克思老木 就帶著他 一起到了中國大陸 留下了這一張 跟毛澤東的合照 另外一張更經典 就是這一張 你一定很有印象 這是1974年 小馬克思跟母親 醫美代首次訪中 那麼毛澤東的這個文首禮 被譽為世界之吻 也讓中非的建交出現曙光 各位你知道嗎 當時沒有那麼順利 你以為他來毛澤東在等他 沒有 本來是不想見他的 來 我帶大家回顧一下 當年1974年訪華 其實就是賢夫之命 要來跟中國討論建交的相關議題 那麼這個醫美代 給他用這張照片呢 怎麼這樣子呢 人家年紀都多漂亮 你給他放這個 人家年紀都很漂亮 真的是年紀大了 這醫美代來了之後呢 就想見毛澤東啦 可是當時呢 這個李先念副總理 中國大陸副總理 就告訴醫美代說 對不起喔 毛主席不在北京 這一次我就不見你了 怎麼可以不見呢 我都來了 所以呢 這個醫美代女士就說呢 我很難過很失望耶 我都跑一趟了 可不可以你們重新考慮一下 我在這裡等他行吧 那這個李先念就說呢 並不是毛主席不願見你啊 他真的不在北京啊 在哪兒 在武漢啊 現在也來不及回來啊 人家有要事在身啊 糟糕 大老遠 老公拜託我來這邊處理事情 沒處理到 慘了怎麼辦 爛著不走 女人就有這個特權 爛著不走 還要哭哭 對他真的哭哭 來 當時這個醫美代聽到了 他不在北京見不到 就沉默了幾秒 然後取出手帕 開始擦眼睛 還錯氣 錯氣 然後呢 就把手帕拋到茶地上面 然後就不講話 然後就走了 不講話也不告辭 那不然要怎樣呢 我也不說話 我就這樣 就賴著不走 賴著不走 怎麼辦呢 李先念呢 就 有點不知所措 但最後 拗不過 這個美媽記 所以 還是 讓 醫美代 成功 拗到了專機 然後 飛到武漢 見到 毛澤東 才留下了這兩張照片 有趣了吧 有意思了吧 原來有這個故事啊 所以當年你看 小馬可是 你老爸 為了跟中國建交 有多麼努力 派你老媽來 你老媽還 哭哭哭哭 沒見毛主席 不肯走 不見主席 心不死 才有了後來的中碑建交 是不是 霍文哥 聽這個單身廣講 菲律賓的這些 過往的故事 這個對我們陳志忠 是一個非常勵志的這個 啟示 你的爸爸貪污 但是只要你繼續的選舉 你自己可以再當選 而且順便把老爸的這個 這個污名也可以 洗刷一下 那因為我 我比單身廣次長個 這個幾歲 所以你剛剛提到 這個1979年 其實是中美斷交 是美匪建交 我們那時候的 對對對 當時我們說 我的那個年代叫做 美匪建交 這個排我納匪案 那個年代是這樣 所以其實菲律賓 他也跟其他國家一樣 就是最後就是這個 跟我們中華民國斷交 跑去跟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 那這個單管你提到的習近平 他跟這個小馬可市的這個會面 那陸續後面也還會有 像馬克宏 洪森 包括布林肯 這些陸陸續續都會去 這個跟習近平見面 那我們呢 給大家看看我們蔡總統 也有這個外交的這個活動 這跟誰呢 這個實在前北約的秘書長 一個基金會的這個主席 也就是所謂的這個NGO 非政府組織 這個呢 就是我們 我要跟 特別跟大家說 因為這個就是一個 很強烈的對比 你看到習近平他現在這個 這個大陸 這個所謂的這個大國崛起 他見的都是各國的這個 重要的這個領導人 包括從去年底的這個 G20 APEC 更早之前的上和會 在這個烏茲別克 然後這個海和會到 沙烏地阿勞等等 他見的是那些人 那我們的蔡總統走不出去 所以當你看兩岸的領導人 在國際社會的這個 兩岸的實力跟國立的這個 國際社會地位的比較 我可以說從李登輝到陳水扁 到馬英九到現在的蔡總統 我們的這個國際的處境 目前是最差的 那之前這個提到 因為這個小馬克思的當選 當時我也從楊詠銘老師那邊 學到一課 我也來考考大家 這是跟楊老師同台 跟楊老師學習的 就是大陸 日本跟菲律賓 哪一個跟我們台灣的直線距離 是最近的 大陸 日本 菲律賓 那大家趕快把地圖打開這樣子 那當然要跟大家公佈答案 其實是菲律賓離我們最近 真的喔 不是中國大陸 是菲律賓離我們最近 第一個 謝謝 所以你看剛剛這個 剛剛也提到說 小馬克思跟習近平 簽了一大堆的 裡面還是 其實那個基調都一樣 這個互不干涉內政 然後菲律賓遵守 克尊一個中國的原則 這個對他們來講都是 老調重談 不過剛剛丹森王也提到 美國這個部分 我給大家看我們台灣的一個新聞 這個是國民黨目前這個人氣網 很多人去壓寶他 在元旦的時候 新北市長侯友宜說 侯友宜公開的講話 他說我們絕對不是強國的棋子 這個講的這個 大家聯合報當中的大作 還說侯友宜展現了格局 講這麼一句話就展現格局 你不早講 這個話我也會講 那我不太懂說這個強國 其實跟新北市長是有什麼 有什麼關聯性 這個我實在是連結不起來 但是強國是誰 強國是哪一國 昨天侯友宜被問 今天侯友宜再被問 你也知道我們記者的這個個性 一定要問你講強國是誰 對不對 你說我們不做強國的棋子 可是誰是強國後裔 不講避而不談 你不是說我們不做強國的棋子嗎 我只是問你強國是誰 你都不敢講 然後你說我不做強國的棋子 這個強國也好可怕 我講一個例子 來當我的結論 我讓大家知道我們有多悲哀 讓你知道我們有多悲哀就好 這個在立法院 在立法院 這個簡單講就是有 紙煙 電子煙跟加熱煙 現在立法院在炒的是這個 加熱煙的部分 我簡單跟大家講 不管是紙煙 電子煙或是加熱煙 它都會成癮 它對你的健康都不好 其實它只是載具不一樣 其實就是煙 我們不要抽煙 吸煙有愛健康 但是我要跟你講的重點是什麼 就是在立法院這個協商裡面 我們的政府又大逆轉 就是已經委員會談好的 可是蔡政府輸內閣 他要大轉彎 我請問觀眾朋友 他為什麼要大轉彎 有壓力 對 沒錯 這個跑黨政內行的 而且我告訴你更悲哀的 這個不是美國的壓力 這叫什麼 這叫美商的壓力 各位觀眾朋友 我們不是擋不住美國的壓力 我們連美商的壓力都擋不住 這些煙商大部分東西 美國的大公司 什麼XXMorris 美國大公司 我們是擋不住美商的壓力 然後這個加熱煙的部分 我們就一再的退守 然後這個煙草跟載具還要分開 還要分不同的部會館 大家都不要管 那就屈服在 我們根本不是美國爸爸都還沒講話 美國爸爸的商人講話 我們就受不了了 然後大家都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你政府承受這麼大的壓力 非讓他通過不可 朝野協商也好 推翻決議也好 委員會重來也好 然後揚言說 我們要把你送監察員 你送啊 我沒有送監察員 你看我們這些官員 大家看到圈 這個你最 官員你再回來想說 我為什麼要這個呢 侯友宜說我們不要做強國的棋子 強國的商人跟你講 其實我跟各位講 我們講這個強國 但是我們在PTT上面的強國指的是大陸 所以我也不太懂說為什麼 侯友宜去講做這個強國 可是你說做棋子的樣子 我認為侯友宜講的是美國 我們不要做美國的棋子 可是各位觀眾朋友 我們非常的悲哀 光是加熱煙這個事情 只是強國的商人對我們施壓 我們的政府就直接的棄手了 我不要講太多煙的東西 因為吸煙不好 我只講一個 當我的結論 我們可不可以比照美國 我們可以比照強國吧 強國的FDA怎麼管 我們就怎麼管可以嗎 因為美國也有加熱煙 美國也有電子煙 美國的FDA怎麼管制他的這些煙品 這些載具 我們也比較辦理 我的要求也不多 這樣子強國的商人 可以放我們一馬嗎 你們的國家怎麼規範 你們的這些煙品 我們就比較這樣辦理 你不要凹我們 我們也不要凹你 這樣子應該相對應該比較公平吧 你看我們連這種壓力都擋不住 你就知道我們的這個國際的處境 有多麼的悲哀 真的 如果有些睡眠問題的話 可以來試試看 我們網網推出的這個夢夢水 睡前30分鐘喝上一包 就可以讓大家清爽無負擔 告訴大家在哪裡購買 這個地方有我們QR Call 掃描一下就可以到快點購網站上來購買 這裡有我的推薦代碼 CTI321 邀請大家多多支持